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继续用历代治下第七章 一起来临修 那么先来看第一到第三节的经文 所罗门祈祷已毕 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尽凡季和别的季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电 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电 所以祭司不能进电 那火降下 耶和华的荣光在电上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看见 就铺石地俯伏叩拜 称谢耶和华说 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这段经文是承接着上一集 讲到所罗门王献电的时候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 那么这里说 祷告完之后不得了了 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了所罗门王所现的祭物 然后主的荣光充满了圣殿 甚至祭司都无法在圣殿中 按着班次来从事祭司的一切活动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主越纳了所罗门王的祷告 垂听了他的祷告 哇那这个实在是一件超然的事情 这个超然的事情也印证了主越纳了 那么从第四节到第七节啊 就记述了所罗门王当时的献祭的数量 那真是大的很难想象了 各位看经文就能够了解了 大到一个地步 所罗门王所造的那个献祭用的大的铜坛 都容纳不了这么多祭物 当然这是献殿大典嘛 大量的献祭代表着百姓以及君王 对这位主的崇敬和送战 所以大量的献祭代表着荣众的心意 那么在这个献祭的记录完了之后呢 那我们要来看一看第八到第十节 这一段重要的记录 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 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 首节七日 第八日设立严肃会 行奉献谈的礼七日 首节七日 七月二十三日 王遣善众民 他们应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 与他名以色列所施的恩惠 就都心中喜乐 各归各家去了 八到十节记载了 来参与这个献殿大典的人 哇来自从北到南的人都有啊 而且呢 在那里首节七日 七日完了之后 所罗门王就遣善他们回去 也就是说呢 当百姓七天在这里 兴奋的欢乐的庆祝 圣殿的完成 这个的属灵高潮 也必须带回家中 所以所罗门王就遣善他们 没有叫他们继续待在耶路撒冷 而是各回各家 而是各回各家 将对主的崇敬和奉献 带回自己的家中 这样的信仰 才是真正落实的信仰嘛 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弟兄姐妹而言 也是一样的 可能我们每个主日 来到主的殿中 大家兴奋相聚 然后呢 也不能够整天在这里啊 也要回到家中 将信仰落实在家里面 所罗门王已经把这个属灵的原则 在现殿的时候 已经实践 而且历代之下的作者 也这么严肃的记下了 这个属灵的操作了 接下来 十一节一直到本章的最后 就出现了两个重要的主题 就是十一节到十八节 所罗门王再次强调 主的应许何等广大 不过呢 十九到二十二节呢 却记载了 主的审判 也是何等的严厉 特别提到 被掳这个的处罚 假如我们还记得 在历代之上的灵修 第一集里面啊 我们有提到了 历代之的作者呢 是被掳归回的群体之中 其中一位 非常可能是以斯拉 现在我们看到 历代之下这段记录 其实记载历代之的作者本身 就是被掳归归回的人啊 不管他是不是以斯拉了 但是现在这位作者 被掳归回回到自己的家园 于是他来书写 于是他来书写历代之的时候 特别追溯到 所罗门王宪殿 那一个应许和警戒的主题 是不是带给这些归回的人 一个更新的机会啊 他们自己就是经历了 被掳归的痛苦的 现在归回到自己的家园 于是再一次将过去 主在所罗门王宪殿所留下来的教导 教导这一群亲自经历 被掳归归回的人 目的当然是要坚固他们的信心啊 也追溯他们的人生经历过程中 其实都在主的话语中 早有指示的 就因为他们的前辈如此违背主 于是被掳了嘛 那现在我们追回这些信仰的根基 当然要持守信仰 能够经历主所赐下归回的恩典啊 这一个的书写观点啊 其实也深深影响我们今天的信仰的 我们在属灵上也是一群被掳归回的人 对吗 我们被恶者所掳嘛 于是呢 耶稣基督的恩典就带我们归回嘛 这个被掳归回的过程啊 在属灵上也是一个提醒 提醒什么呢 主耶稣救恩之约 这个救恩之约 使得我们能够经历被掳归回的恩典 既然我们自己都经历过被掳和归回的恩典 那当然在恩典中要珍惜主所赐的恩典 继续守约 在主的慈爱的恩典中 来经历主人生一步一步的带领 绝对不能又再次离弃主 去经历主的审判了 我们有了这个体会之后 再重新看历代至下这段经文 我们就更能跟当年经历被掳归回的作者 有感同身受的共鸣 求主借着这段经文真的提醒我们 忠心在主的恩典之中 存在感恩赞美的心情来亲近主 更是应该顺服和跟从来实践我们的信仰 愿主祝福你 平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